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继续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个趋势下我们先来去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您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线条出现的错误是很大的 你看它趋势的话 这边预示 预测这个值跟这个值光两者之间 趋势线跟什么预测就存在很大的差异 趋势线是这条灰色线 跟什么 跟所谓的这个预测这个值本身又差很大 可是我会觉得说 我比较倾向相信这个预测的值 例如说好了 他这边是说 经由2013到2016 这48个月的资料呢 他觉得说 在2016年的12月 2016年的12月 他是很高的 1月呢 你有没有看到1月 2017年的1月是很低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您看一下 历年一当开春的前几个月 其实是相对整年来说 他都是低的 您看一下 1月2月3月 他都是属于低的 低于这个趋势线 你看这边是1月2月3月 他都低于这个趋势线 所以你看他在这边是不是也分析出来说 2017年的1月2月3月 其实都在这个趋势线之下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他好像真的有去依照前面的一些经验法则 也就是说 从前面所得到的一些行为模式 来去评估后面的结果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一个变化呢 绝对会比这条线来的好 绝对会比这条趋势线来的好 所以趋势线我觉得至少 至少你可以看到说 他是从左向往右上来去伸 而且呢 这个预示 他会经由前面前面的一个资料 来去做一个推敲 好了 那我们可能要更精确的去了解 他是怎么算的 还有 第一个 我们要先知道这个值 您看一下2016年的12月 2016年的12月大概多少 大概是10万 您大概记一下这个10万 您大概记一下这个2016年12月 2016年11月是12万 然后2016年12月大概是10万 大概记一下这个值 然后接下来到1月的时候 哇 直接降一半 大概变成5万 那大概知道这样子一个分析结果 我们来去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提供了这些数值 当然仅供参考 但总比你没有任何数值来的好 举例来说 你有了前面20年 20年的一个输入食品的资料 好 那你可能就会去 就是主管同位请你去预测一下 那你觉得明年会是多少 因为 例如说好了 我们讲登革日好了 从1998年到2017年 这20年的资料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去收集起来 然后去预测 未来这一年可能的登革日并逼数有多少 如果我们预测出来是10万 跟预测出来是1000 哇 那这边所编列的一些防治费用吗 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一个观念